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群香港警察昨晚又在大發花瘋 竟然間在銅鑼灣的軒尼斯一帶 總共拘捕超過400名市民 當然很多人遭到濫捕 不知道是捉什麼的 到底這群香港警察想達到什麼效果 根據《星多日報》引述的消息指 警方過往應對違法示威活動 以驅散人群為主 昨日改為採取大維捕 主動出擊拘捕大批涉嫌違法者 務求達到震懾作用 約70名速龍小隊的警員 昨日中午更加只是去到警察總部 出席誓師大會 振奮軍心 你這句話已經露出了狗腳 首先第一點 你就是對於昨天的新聞官 打臉了 昨天政府公布出了一篇聲明 反駁18個國家的政要和宗教領袖 當中的一句話 我昨天也有引述 他怎麼說呢 警方不會主動對示威者採取行動 而只會在示威者參與違法活動時 才會使用適當和相應的武力 昨天這群人被你圍捕到底他干犯了什麼 是不是又是整個白搭的非法集結給他 然後拘捕他 根本上沒有做到什麼行為 因為你在拘捕那四百人當中 不單是有圖人街坊或市民 而且是有記者和急救員 當然這些人後期是放行的 但也證明了一點 你就是亂拘捕 而且你是採取主動的 不單是星島這樣說 HK01也是這樣說 但是你昨天的新聞官那篇說 警方不會主動對示威者採取行動 已經是有一個根本上的邏輯矛盾 對不對 因為你這群人是胡亂寫 我昨天已經駁斥了 你這個新聞官是完全沒有良心 沒有良知 沒有道德底線的 寫這些垃圾 真是不知所謂 為了鬥了二分四 好了 第二點就是 你竟然間就有一個誓師大會搞出來的 你似乎好像是預知到 將會有一些情況 一定是會出現的 就可以展開這個大圍報的 如果不是你搞什麼誓師大會 振奮什麼軍心 你就是露出狗腳了 就算市民真的好像綿羊那樣 和理非乖乖地去遊行 你就一樣會製造一些事端 引起混亂 昨天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 出現了這些情況 包括你可以在街上 隨意對於普通的市民 行人 路人 街坊 你作出什麼行為 渴斥他 辱罵他 指著他亂罵 大把這些情況出現 或者提出一些很無理的要求 反正就要挑釁起市民的情緒 務求最終可以展開大圍報的行動為止 第三點 你現在就是擺明濫捕 你自己也說 要主動採取大圍捕的策略 你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減少市民繼續出來的意欲 當街當行就以最侮辱性的延遲和行為 來對於市民進行羞辱 包括什麼 將他雙手綁上索帶或膠帶 然後叫他坐在馬路面壁幾個小時 甚至乎懷疑 你不讓市民去廁所 因為根據《立場新聞》其中一篇報道 說現場解封之後 是唯有黃色液體 有人表示 聞過那個樽以後 相信是尿液 懷疑在幾個小時的搜查過程當中 被截查的市民是不准去廁所的 我相信也是 被你綁住了去一條毛 現場有沒有流動 廁所怎麼去 是不是 這些是慘無人道 你在做什麼 而且根據有些被放行獲釋的人 是怎麼說的 就說本來銅鑼灣相安無事 忽然之間波斯庫街和怡和街 兩邊有些警察衝出來夾擊 拘捕了四百多人 最終放了大約六十人 其中有些是記者 還有有證件的急救員 沒有證件留戴的照拉 然後有些獲釋的人就說 部分人可能只是戴口罩 就已經被扣押 期間警員的態度極差 包括是罵市民 沒有帶腦子出街 或者是罵他是不是死全家 混蛋 當然你說這些說話 小怒保那些就少不免 就是用這些言詞來侮辱他 為什麼呢 你把他拘捕回去 一旦保釋出來的時候 如果他再被捕 就很大機會不准再保釋 就是變相限制了他遊行集會的自由 是不是 你就拘捕 你就拘捕 越拘捕就越好 拘捕回去 不告又可以 反正如果他再被捕 你保釋了以後 他就會很嚴重 你是減少他再出來的意圖 而且就是把612灣仔大圍捕的事件重演 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當日那些警察就在舊灣仔警署外圍捕的學生 昨晚你就把場景搬到銅鑼灣的牽尼斯道 那些被針對的對象就由學生演變成一般的市民 擺明亂拘捕 你昨天是記者有拘捕 急救員有拘捕 到拘捕後慢慢再細分出去 所以擺明是濫捕 這些是不需要騙人 第四點就是你昨天這個大維捕的時間 竟然不斷驅趕了記者 以及無理地不斷擴大封鎖範圍 務求令記者沒辦法拍得到現場的情況為止 你擴大那個範圍去到哪裏 崇光百貨對出 銅鑼灣廣場二期的十字路口 欺慎廣場 全部被封鎖了 令傳媒根本無法正常採訪 記協強烈譴責你們針對新聞工作者的阻礙干擾和暴力行為 尤其是在不必要地封鎖衝突的現場 無異於極權政府慣用的新聞封鎖手段 令公眾無法透過傳媒得知真相 這些就是你們所做的變態行為 經常說尊重新聞自由 你尊重新聞自由就是不讓他們拍攝 所以昨天到底你有沒有禁止別人去廁所 從圍捕到搜查到拉上旅遊巴 幾個小時 你有沒有人道的 這班人是 簡直是神經病的 昨天還有記者當然讓你動 一周刊報道有一名攝影師被你的防暴警察辱罵 推撞腳踢用盾牌插腳導致受傷 期間警察更加把他的手機扔到地上 也不僅僅 有一個香港電台的記者 正正被噴胡椒噴霧噴到整個鏡頭都是 你就是做這些事來尊重新聞自由 你就這樣對待所謂記者的朋友 其實昨天除了這個大維捕之外 根本上連你解散遊行都是一早有預告 而且給人家的感覺就是按照劇本來上演 大家看看 在這個12月30日的時候 你猜到那個港島總區的警司曾凡漢說了什麼 就說遊行當日警方就會開西行線、全線以及部份電車路 終於昨天人多到霸佔了整條路 他就說 如果遊行期間有任何緊急或暴力的事件 主辦單位有責任協助警方疏散 當集會或遊行地點不再安全 警方基於公眾安全和秩序有可能要解散活動 警方就會要求民陣和狗冊 居然盡力呼籲參加者解散 你就是做足了 這件事已經中了 昨天就是解散遊行腰斬的遊行 第二件事 香港警察就預先引用一張假的海報來腦屈民陣 就說他搞海報出來呼籲市民的裝修 最後你正正在這個遊行期間 就是用這個裝修銀行作為藉口來腰斬這個遊行 又中了 你根本上是有劇本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第三件事就是你昨天中午搞誓師大會 根本上你有預謀就是要大圍捕 就是要腰斬遊行 要不然你誓師大會誓什麼誓 如果遊行是普通走走走走回家睡覺 誓什麼誓 你知道嗎 振奮什麼軍心 你一定是有所目的的 所以你已經是穿了崩 對不對 當然你又不會承認 因為你是最厲害的 我們又說一件事 就是關於許智峯議員 他遭到你這個變態警察 扯掉了眼罩 是你惡意故意扯掉眼罩 然後對著他的眼睛 兜頭兜面眼射 你不是變態嗎 不單是一次是兩次 而且我計算過 根據畫面 你射了差不多十秒 你是不是瘋了 胡椒噴霧 用來這樣噴的嗎 胡椒噴霧噴一下 就已經很噁心了 昨天有個片段 有個小蚊仔幾歲 小女兒是 不小心中了你那些警察 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小心 可能你故意噴下去也不頂 因為你們這些人很喪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警察 那些警察是 好啦 只是噴了一下幾秒 就已經噁心了 你還要噴足差不多十秒 你就瘋了 你很討厭許智峯 我們知道 我們市民 你們很討厭她 經常站在前線 睹眼睹鼻 你覺得她假裝 你覺得她是黃絲議員 但你用不需要噴足十秒 這幫傢伙 還有 昨天有一件事 在法院外邊有人噴了一些字句 在高等法院外邊 香港警察就說他們是挑戰法治精神 律政司聲明就說是損害法治 喂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首先來說 如果你的法治制度是被噴幾句 就可以挑戰得到 損害得到 那你都很脆弱 不死也沒用 這個法治 何況很多市民心目中 法治神都死了很久了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 市民最多是違法的 不能損壞法治或破壞法治 這件事我們講過百多次 一定每一次出來 他每一次出來罵市民破壞法治 我們都要出來駁斥一次 市民最多只能夠違法 如果你認為他在法院門外噴字句是圖鴉 是不對的 你就拘捕他 你就不要經常說那些市民是破壞法治 是吧 不要把這件事扭轉 不要把這件事混淆了 是吧 不停來運水摸魚 不停來亂賴 破壞法治 只有當權者、執政者 才能破壞得到 市民是違法的 第三點就是什麼 你的TVB 我覺得很厲害 永遠都拍到這些獨家片段 而且是高炒的 是吧 好像設定機一樣 你知道人們會去那裡噴東西嗎 我不知道 現在我讚你而已 每個人的桌子都拍不到 只有你拍到的 只能把攝影機放在那裡拍 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不是擺來擺去的 那些是擺明放在那裡拍的 可能他們厲害了 有這個新聞觸覺 猜到一定會有人在那裡噴東西 所以就把攝影機放在那裡拍 唯有這樣解釋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了 拜拜